2021年3月 拼多多兴高采烈的宣布 其平台活跃买家已超过了阿里 成为了中国电商第一平台 不仅如此 拼多多还宣布 创始人黄征已经从公司董事长位置撤了下来 且董事会已经批准 而早在2020年7月1日 在拼多多飞速发展之时 黄征便卸任了公司CEO职位 并且成功套现了个人名下7.74%的股份 伴随着拼多多的快速发展 2020年40岁的黄征 以1260亿的财富成为中国80后首富 也是中国白收起家的首富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拼多多黄征的发家史 聪明的黄征是如何白收起家的 为什么丁磊段永平纷纷帮助其发展 前边什么样的经历能让黄征将人性在拼多多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黄征1980年出生于杭州郊区的一个普通的家庭 不像马云的爸爸是浙江区域家协会主席 马化腾的爸爸是海南八所港务局副局长 黄征的父母只是初中未毕业的普通工人 1986年4月 国家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我国正式确立了普及义务教育的制度 而家境贫寒的黄征正好也快到了上学的年纪 由于家住郊区 即使能上学也是被分配到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市郊小学 虽然学校不好 但是聪明的黄征学习成绩却很优秀 小学毕业后 优秀的黄征便考上了杭州最牛的中学之一 杭州外国语学校 而黄征所在的小学近十年都没有一人考进过这所学校 而骄傲的黄征还觉得杭州外国语这个学校名字太文科 更想去名字听起来这样移工科的学校 最终由于小学校长的劝说 还是选择了杭州外国语学校 后来黄征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还曾反复感慨 幸亏自己选择了这所学校 这所学校的国际教育资源大大的开拓了黄征的视野眼界 让黄征在九十年代就能学习到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 能从不同的文化之间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他自己还说 在这个学校学习能让其一下子从输在齐宝县的工人子弟 一路赶超到了同龄人之前 由于学习成绩优秀 1999年黄征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了浙江大学混合班就读 而该班是浙大最早参与的国际交流项目之一 美尔顿基金会在中国唯一选拔学生的地方 每年选拔五名优秀的学生 而这个基金会免费为学生提供金钱资助 可以前往世界不同国家进行交流学习 同时还会组织学生们线下交流 线下场地分别放在了世界的不同国家 在混合班就读 让黄征有机会学习到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 较早地了解到西方社会的发展 此种经历也帮助黄征在2002年大学毕业后 顺利地申请到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计算机硕士专业 在大学期间 黄征还积极地了解社会上发生的事 21世纪初 微软MSN发展迅猛 几年时间便扩张到了全球33个市场 涉及到了17个语言版本 由此成为了世界性大门户 而较早地了解到国际发展的黄征 自然也用起了MSN 2001年 黄征在自己的MSN上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 备注是网易丁磊 乍一看以为别人在恶搞他 在丁磊报名身份之后 两人才慢慢交流起来 21世纪初正值互联网泡沫破裂 网易的股价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跌至一元以下 2001年9月 因虚报收入被纳斯达克宣布暂停交易 而此时的丁磊正准备破釜沉舟进入网游市场 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了技术问题 当时 黄征经常在网上发一些技术相关的文章 最终黄征免费帮助丁磊解决了技术问题 经过一段交流之后 慢慢的两人成为了朋友 2002年 黄征大学毕业后 选择继续去美国学习深造 同样的时间 网易正式推出网络游戏大话西游2 而在游戏的推广过程中遇到了问题 于是丁磊向已经成功的小霸王学习机的创始人段永平取经 问其营销制道 同时 由于黄征和段永平同是浙江大学毕业 而且两个人也都在美国 丁磊便将黄征介绍给了段永平 一而在 再而三 教父段永平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少年老成的黄征 为了表示对其喜爱 2006年 还带着26岁的黄征参加了段永平420万拍到的巴贝特午餐会 一个穷小子就此进入到了上层社会 经过两年多学习 2004年黄征毕业了 在一般人看来 毕业难找工作更难 而对于黄征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当时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正在实习的全球软件巨头微软 一个是即将崛起的还未上市的谷歌 面对如此的选择困难 黄征找到了段永平 希望段永平能帮助自己分析分析这两家公司 哪个更适合自己 当时段永平认为 谷歌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公司 技术很强 公司未来会有很好的成长性 微软已经是行业的巨头 在微软工作只能按部就班 况且 如果谷歌能上市 还能获得一部分期权 在创业公司对于自己将来创业的心 也有很大的帮助 经过分析 有野心的黄征最终选择了入职谷歌 然而幸运的是 在他入职两个月后 谷歌就成功上市了 而作为技术大拿的黄征 成功得到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期权 2006年 工作两年后的黄征 跟李开复一起 被谷歌总部派到了中国拓展业务 共同建立谷歌中国办公室 而来到中国的谷歌 2007年丑闻不断 牌照门 地图门 紫库门事件等等 不断被中国网民指责 此时 灰心的黄征也有了要走的想法 在入职时 段远平曾告诉他 要想看懂一个公司 就必须尽可能地走到中高层 最少也要三年时间 而优秀的黄征走到了谷歌中层 到了2007年 正好是三年 在2007年 在段远平的帮众下 黄征创办了一家叫欧库网的B2C电子商务网站 由不补高集团控股 销售的只有不补高电子教育产品和OPPO蓝光播放机 而这一年 京东的年营业收入只有不到5亿元 日订单量也刚刚突破3000个 而到了2010年 京东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02亿 而欧库网只有6000万 当时市场上类似的3C电子商务网站大大小小有几百家 眼看势头不好 当年黄征便把欧库网卖给了前谷歌中国同事郭去吉创办的蓝亭吉士 与京东斗争失败的黄征还给自己找理由说 他和刘强东本质上是两代人 没必要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拼 所谓光脚不挖穿鞋的 对于穷小子刘强东来说 也许只有这一次机会 而财富自由的黄征则不同 卖了欧库网的黄征便开始继续孵化内部的创业项目 2009年4月 黄征内部孵化了一家叫乐奇的公司 业务主要是在电商平台上帮助中小企业进行代运营 核心成员也都是欧库原班人马 由于刚开始没有业务 于是请求段永平帮忙 到了8月份 公司积累了三家大客户 其中两家是步步高和OPPO 有了这两家的成功的运营经验 半年后 乐奇成为了当时淘宝系统最大的分销商 2013年 手游市长经历了井喷市的爆发 当年增长了123% 于是黄征再次内部孵化了第三个创业项目 寻梦游戏 此时国内网页游戏市场竞争激烈 流量和用户都被头部厂商所占据 因此 寻梦从一开始就另辟蹊径 面向的是中国 港澳台地区 日本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地区发行 玩起了擦边球游戏 如夜夜三国 女神之剑 我的学妹不可能这么萌 同时 还有一款游戏由于太暴力 纷纷被国外网站叫停 还曾一度被政府调查 走擦边球业务的各家公司 不久成为了公司最赚钱的业务 每个月给公司创造几百万的流水 被调查后 黄征选择把游戏业务独立出去 成立了两家新公司 上海莫灿和上海游塔 从背后关系可以看出 目前 上海莫灿的实际控制人是蔡华林 其与拼多多副总陆娟君是夫妻关系 而黄征此时也倒下了 在做游戏的业务时 黄征得了严重的中耳炎 不得已只能在家休养九个月 在家休养期间 黄征还时刻关注市场变化 2015年是PC电商的终结 这一年移动电商达到了80% 2015年4月 黄征又成立了一个电商网站 拼好货正式上线 经营品类选择了生鲜 台中了自营模式 平台批量采购上游经销商的货 然后统一在平台进行售卖 由于整个运营团队 具有过气做3C电商的运营经验 所以一上来就发展迅猛 这直接让从水果入手的拼好货爆仓 以至货太多发不出去 这使大量的水果腐烂 由于是平台自营 经销商不退货也不退款 于是黄征只能解决仓储问题 为了解决仓储问题 黄征从乐齐公司抽掉了100多人开始全国建仓 最终才帮助拼好货 稳住了局面 短短几个月的活跃用户就达到了千万的级别 每日订单过百万 拼好货的高速成长 让追梦游戏公司羡慕不已 也想做个电商平台 于是2015年9月 内部孵化出了拼多多 拼好货走的是类似于京东的模式 全靠自营 而拼多多则准备走类似于淘宝的模式 鉴于黄征的能力 拼多多一上线就拿到了天使轮 800万美金的融资 天使投资人皆是自己的好友 包括顺丰网卫 网易丁磊 导师段永平 还有淘宝网前CEO孙童宇 在拼多多的发展中 黄征又遇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顺丰网卫 能从天使轮就开始投资 靠微信发展的黄征 真的和马拉腾关系很好吗 我们将在下一集进行讲解 我是小舵手 给大家讲述中国商业经济发展背后的故事 欢迎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